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申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914集 有没有缘分曹六看不出来,他就知道夏小兰的女人惯厉害的 柯老大能干建筑工地,手下多少人,打也能打出一条路了 夏小兰一个漂亮的女人,娇滴滴的,心却很野 开建材店,搞装修公司,哪一样像是女人干的事 还是个大学生呢,好好在学校里待着 以后嫁个有权有势的男人不好啊,费得自己出来赚钱 搞建筑工地要不是大单位,要不就像柯老大这样的 夏小兰长了张祸水脸,还要和三教九流打交道 曹六想不明白,这样厉害的女人,难怪柯老大念念不忘 要曹六说,配柯老大也正好 那些有背景的家庭,不见得喜欢抛头露面,心态野的儿媳妇 夏小兰和他家柯老大都是草根出身 谁也别嫌弃谁,一个干建筑,一个搞装修 夫妻店一开,别人连生路都没有的 柯一雄说那话,曹六竟从心里赞同 但夏小兰是有主的,对方还很难缠 曹六怕他家老大有命抢人,没福享受 老大,我说句实在话呀,硬来是没用的 这事儿,得靠您自己用水魔功夫 柯一雄看他一眼 你以为我真为了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 要想有女人,还要钱全开路 你看有钱成杜赵辉那样,想要什么女人没有啊 杜家大少想要什么女人,想必咯咯手指就有女人头怀送抱 曹六搞不明白了 不想要夏小兰,查夏小兰的消息 那是为了什么 柯一雄露出和气的笑容 你说他的建材店是和白志勇妹妹合伙的 证明他一个女人还是玩不转嘛 能和白志勇妹妹合伙 不如考虑和我合伙呀 白家武管事早就没落了 白志勇一当兵,靠他妹妹更撑不起白家的牌子 刚来鹏城不久,何一雄就和别人为了抢生意,火拼了好多场 特区自然是很能赚钱的 但小打小闹不成气候 夏小兰仰仗白家武管的名头,不如同他合作 夏小兰不仅是漂亮,能考上大学的脑子也真的是好用 挑的行业都是能赚钱的 这个女人太聪明了 她要是直接插手建筑工地,会遇到各种阻力 但她从建材和装修入手 干点什么反而没那么惹眼 柯一雄摸着下巴 她有什么能和夏小兰合作的呢 又如何要让夏小兰主动找上门呢 至于夏红兵妇女俩被安排来工地干活 柯一雄根本不用露面 难道在她手下干活的还有谁敢偷奸耍华 柯一雄想到这两人和夏小兰的关系 还吩咐了一句草溜 别让他们太轻松了 别人该干的,他们也不能少 我工地上不养闲人 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除了像杜兆辉那样的二世祖 谁兜里的钱来得容易啊 柯一雄为了搭上杜兆辉的线 也是把姿态放得很低 连他都要丢下面子才能赚到钱 两个不相干的人还想占他便宜 那才是做梦 夏红兵妇女俩再不愿 夏大军给找的工作 他们却不能说看都不看一眼 以前说找不到工作的借口不好用了 夏红兵要是说建筑工地辛苦 小羽就会睁着一双雾蒙蒙的眼睛 大军刚到南方讨生活时 睡桥洞和水坑里的泥水 在码头上给人扛大包 比建筑工地还辛苦 小羽的话说完 夏红兵发现他二哥的眼神都不对劲了 夏红兵敢说不来吗 他全家五口人都靠夏大军养着 装模作样也要来工地试试 然后再说在工地干不下去 夏红兵是这样想的 父女俩的想法差不多 就算是上班 夏红兵想要的也是体面的工作 在脏兮兮的建筑工地上 能认识啥有钱男人 到外资厂还差不多 先人两天 一定要告诉二叔 工地上待不下去 父女俩呢 想的倒是挺美 落到曹六手里 不用柯熊刻意吩咐 曹六都不会养闲人 想进来容易 想出去 又怎么可能呢 曹六这些混混 有的是办法 让夏红兵父女俩乖乖干活 让走东不敢往西 连放屁的自由都没有 还想偷懒 夏小兰还不知道 他三叔父女兜兜转转 又落到了柯熊手里 他甚至不知道混混头子 在积极转型 如今在鹏城搞工地 夏小兰哪有时间 去想夏家人呢 杜兆辉在酒会提过一句 要把夏大军解雇 夏小兰既不受杜兆辉的威胁 也不会被杜兆辉的条件诱惑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 哈罗德要拿香蜜壶周围的土地 是不是如他想的那样 要搞房地产开发 夏小兰琢磨着 简陋的可能性 夏小兰利用西单和秀水街 两家蓝凤凰门店 卖夏装赚的钱 加上手里原有的 把银行那二十万贷款 还上后每两天 武行长给批的新贷款 也到了夏小兰手里 整整七十万贷款 夏小兰投桃报李说 要买国债券 武行长这次 正良心发现 南海酒店的装修 夏小兰估计到国庆节后 就差不多该结束 和东风控股约定的是 验收合格 就支付尾款给远辉 再怎么折腾 到十二月 他也该收回投资了 武行长知道 他还想增加贷款总额的 没有新的抵押物 贷款总额给他提不高 武行长却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没有客扣夏小兰的贷款 七十万整整齐齐地 给了夏小兰 这个顺水人情 夏小兰还是很感激的 等到工程回款的时候 他自然会不吝惜 继续支持武行长 买国债券的摊派任务 七十万的电汇单 夏小兰都交给了刘勇 舅舅 我只能入股这么多了 没有周成的十七万 他不仅连预先说好的 八十万都凑不起 第三间门店 虽然已装修得差不多 可手上所有的流动资金 都被抽走了 去还银行头一笔贷款 要想开业呀 夏小兰手里 也挪不出几万块进货 只能再等一个月 让西单店和秀水街店 把手里的夏装处理得差不多 看看能不能凑出点周转钱 西单和秀水街两家蓝凤凰 七八两个月 也不指望赚多少钱了 夏季的销售旺季 是五月和六月 到了七月销售会抖降 八月就更不用说 全是轻尾货的 刘勇也没问 七十万就七十万呗 当初和东风控股签的合同 对远辉有利 这工程压力再大 华建的人如何鄙视 都抵不过 有一条好处 东风控股那边 结款特别爽快 刘勇在资金周转上的压力 多十万和少十万 区别不明显